好啦 鄉親啦 繼續來看 新冠病毒 新冠病毒 新冠病毒的個案 目前國來已經有出雷 來出現到好好症 就是新冠病毒的小孩 會因為服氣不孫 發出疑似是 到後來感染的那種影響 有新冠病毒的急診醫師 在臉書來分享 說新冠病毒 不能好好 甚至行冠病毒跟臉書也會落下 提起家長 如果聽到小孩有在好好 在疏忽的時候 還會發出那種 像阿嬤棍去逢 電腦裡的那種 不正常的聲音 就一定要趕緊給小孩送便宜 臉書內褲的狀況 我們身帶附近的喉頭 產生病毒感染 然後引起呼吸到阻塞 引起呼吸困難的一個現象 因為三四歲以下 小孩子的喉嚨 本來就是比較窄 女兒不夠兩歲 本身沒有慢性肥 第五個十五歲時比較症 最終端穿開 開始疲憊穿 第十七盒不明發生 穿開的穿和泡沫 甚至行冠骨 和臉書內褲 到便宜後 平時生動和嘴吞 沉順順 家在經過在這裡後 人已經好起來出院 意思說 如果太晚送過來 變症會越嚴重 小孩穿開時 好像有狗 甘的聲音 去燈玫瑰 像這個好好的困難 到二十五歲時 已經有這個 我重點說 好好的小孩 除了聲音 掃聲掃聲 小孩穿開時 好像被掃電 在閹場 平時生動 在抗運和旁邊的耳鵝 催順 牽涂成順順 他出結果 五歲以下的孩子 現在也沒有注意到什麼 後好的案例 可能會繼續變 雖然我們本土比較前 漸漸要跌下來 不過今天也要繼續變質 家庭也要提高水 那是有這些晉級 大家趕快快上去便宜 我是吴亦璇 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 现在就打开华视的YouTube频道 按下订阅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